大年初一先送给大家满满的阳光 这个画面是在台东的多梁车站 阳光已经露脸了 再加上这个超级无敌的海景 你可以看到车站其实有蛮多朋友的 但是呢要特别提醒各位 如果你今天是要去东半部地区 旅游的民众可得要多加留意 因为东半部地区还是会出现一点点零星的雨势 好首先呢卫星云土我们就要告诉各位 在今天呢其实台湾各地转程吹东南风 因此呢全台各地都是温暖舒适的好天气 要告诉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好天气 大年初一到外头去走走春 因为呢白天各地的温度都会慢慢开始的回升 高温整体说起来普遍都有23到26度左右 好如果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 有机会高温会来到28 29度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热的 但是呢早晚时分还是偏凉的 包含西半部跟东北部的低温15到17度 花东地区的低温18到19度 好因此呢在中南部地区的朋友要特别小心的 就是日夜温差的部分 还有就是如果你有南来北往需求的网友 也得要多加留意这个温度上的温差变化 可能是有点大的 还是要适时的调整一下衣着 好另外在降雨的部分 今天水气来的更为少一点点 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 好只有在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零星降雨的可能性 另外还是要特别提醒各位哦 西半部地区在今天早晚时分 容易会有局部雾或是低雲的状况会影响到能见度 好因此呢不论你是要开车出游啦 还是要返乡等等 还是要特别留意 最好还是慢慢开要注意一下安全 接下来我们来关系呢 是未来这几天的温度状况是如何 你可以看到今天全台各地天气都还蛮不错的 大年初二的白天同样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从大年初二的晚间开始 由于这个一波强冷寒流空气就要爆到了 你可以看到不论从大年初三又或者是大年初四 到时候温度会一路下降 而且现在预估的是平地有可能挑战的温度只剩下三度 当然其实这个气温溜滑梯是降温的蛮有感的 提醒各位保暖工作一定一定要做好 另外就是雨势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 其实未来这几天的降雨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今天会有一点零星的降雨出现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但是从大年初二一直到大年初四 你可以看到雨区范围来的更大一点点 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点点零星的降雨 好 整体说起来这个降雨的状况 要一直等到大年初五才会开始慢慢减缓 同样的从大年初五才会开始慢慢温度回升 因此要特别提醒大家 过年期间冷的蛮有感 降雨的状况也是有的 提醒各位务必还是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 好 最后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小叮咛 特别提醒大家日夜还有南北的温差蛮大的 务必还是要多留意 另外就是呢在西半部会有一点局部雾 或是低云的状况 开车的时候还是务必要慢慢开 好 同时要特别提醒 在南部地区云嘉南高屏的朋友 今天呢空气品质还是不太好 亮起了橘色提醒 如果你是过敏族群的朋友 这个口罩部分外出还是要戴好戴满 以上呢就是这一节气象资讯提供给大家了 好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营发族 有儿童 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好 应该还务呗 perspective